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嗨,我是薛志章 大家好,我是汪宜文 當時受到德國的音樂未來 就是布拉姆斯 是受到這樣的稱讚 他會得到這些的讚賞 不單只是音樂漂亮的旋律 而是他的音樂是跟人的互動 情感的交流是絕對有關係的 情感的展現是 我覺得是布拉姆斯作為擅長 那他作為一個人 我相信他有他的豐富的感情世界 那他在他音樂裡面呈現出來的是一種多情、溫柔 非常細膩的、非常誠懇的、細節的描述他當下的感受 我拉布拉姆斯的東西都很感動 我覺得真的好像有什麼情緒在引領著我 因為他自己是一個很棒的鋼琴腳 那其實他感覺是在寫給管弦樂團 他在頭腦裡面常常都是給管弦樂團非常厚重 非常豐富的這個和聲跟色彩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演奏的時候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他很溫暖跟很溫暖 我覺得跟他頭腦裡面想像 整個樂團不是單獨一個樂器的聲響很有關係 那有些作家他們是在寫故事 或是在寫某一個景色 那布拉姆斯他是在呈現一個情感的moment 那我覺得這個必須要音樂家在演奏的當下 也有這種情感的交流才能夠完整的呈現 我想說有這個很好的機會 可以跟王毅文這麼棒的鋼琴家合作 一定要來挑戰一下小力心曲目 鋼琴的份量也是很重的曲子 那我第一個想到就是布拉姆斯的三首重音曲 我非常喜歡這三首曲子的深度 以及他帶有布拉姆斯的深情、憂鬱、濃厚的和聲 布拉姆斯當然因為他很棒的旋律跟他的鋪陳 他的音樂就是有一種魔力 就是你一聽就真的會覺得很容易打動 然後就是他的音樂非常的真誠 非常的deep 非常的深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這次我們可以有這個機會 分享這個三個感覺對我們來講 都非常非常非常personal的他的三個重音曲 我們來講 我們來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